而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之後呢 引發了社會上的正反辯論 今天呢 陸委會主委王玉琦呢 特地跟餐飲業者見面溝通 強調開放貿易是必要的道路 不過呢 有餐飲工會代表就很擔心 現在呢 餐飲業的利潤已經很薄 如果未來呢 入資狹帶的大資本 進入到台灣的話 必然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陸委會主委王玉琦特地到餐館用餐 老闆則把招牌酸菜白肉鍋端上桌 針對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簽訂之後 陸資可以來台開設餐廳 業者雖然擔心衝擊 但也強調對自己有信心 難免都有一點點競爭的壓力 可是你本身自己有那個實力的話 可能就擔心就不會那麼多 王玉琦解出 目前開放陸資的額度 並沒有要訪寬 維持個案審查 大家不用擔心 但是他強調開放是利多於弊 是未來台灣加入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一步 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在全世界區域整合的 這樣的一個潮流中 沒有做好準備的話 那麼未來其實台灣要面臨很大的挑戰 所以不管是之前的ECFA 或者是現在的服務貿易 其實都是為台灣 要加入未來的區域經濟整合過程中 很重要的一步 不過餐飲工會代表則擔心 現在餐飲業利益已經很薄 中國大資本一進來 台灣業者生存肯定更困難 工會解出 服務貿易協議簽訂的過程中 就餐飲的部分 並沒有事先和業者溝通 業者希望政府除了提出完整說明之外 也要做好配套的規劃 降低對國內業者的衝擊 記者歡迎張國良 吳家寶 台北報導